从4月25号 神州18号飞船发射入轨至今 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三名航天员已载轨出留4个月 昨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最新的载轨视频 航天员在空间站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 完成了空间站内环境监测 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 载轨生活充实而多彩 这是神州18号城组开展的应急决策能力研究 载轨情绪状态测试等项目相关工作 航天员利用实验信息管理计算机和相应测试软件 分别完成多项测试 地面科研人员以此评估受试者应急决策能力及情绪状态 探索其变化规律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 城组开展了严手协调测试 学位电刺激 肌肉适应性实验等相关工作 航天员利用试功能仪完成严手协调测试 包括点到点滑动 手指空中运动等 地面科研人员基于测试结果 研究载轨飞行中 航天员精细操作控制稳定性 准确性和协调性变化规律 为后续任务程序和人机交互设计提供参考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航天员穿戴便携学位刺激装置 进行学位电刺激 之后填写评价量表 重点研究调节航天员微重力状态下 心血管功能和肌萎缩防护的作用机制 在肌肉适应性实验中 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进行跟腱刚度测试 下肢运动学测试和足底压力测试 获取肌肉结构和功能变化特征 地面科研人员通过对比分析飞行前后数据 明确长期失重及载轨运动 对人体下肢生物力学特征的影响 此外 航天员通过定期开展质量测量等医学检查 对健康状况进行动态跟踪 在空间站站物管理方面 城组开展了物资整理 垃圾转运存放 舱内定期清洁等工作